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找到了当年买下太白楼屋主的儿子杨先生 他要揭开有关于碧坛乐园还有太白楼的种种的神秘传说 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他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不过对于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他似乎也没有办法取得合理的解释 比方说 后来很多的灵异节目都会前往 这个已经荒废掉的碧坛乐园去出外景去做感应 结果竟然有人的镜头拍到了 已经完完全全断电的废弃的摩天轮 还有一些沉重的咖啡杯 竟然像这样子在没有锋利的情况之下 自己转动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夕阳西下 碧坛的黄昏揭开了夜晚的序幕 这是一个平常的上班日 傍晚六点多 在碧坛吊桥上来来往往 几乎都是下班下课的当地人 这般美景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而对于碧坛西岸的诡异传说 他们略知一二 也不曾好奇去探究 比方说 从碧坛吊桥的正中央 朝山壁望去 一栋中西河壁市的建筑 在山林中显得突兀 它叫做太白了 被网友票选为全台十大的鬼屋之一 白天 这里曾经是一个提供亲子休闲的游乐园 如今却废弃在一片荒烟漫草之中 反而成为喜欢夜游的民众选择的地点 这就是位于新店碧坛的猛鬼乐园 碧坛 一潭池水分属巨婴 山上的废弃乐园更是成为这些游魂长聚之地 严重废弃的景况 更加深了入夜后的诡异气氛 传说中的摩天轮不但会无电自转 旋转木马还会夜间营业 更有人来此地夜游 在乐园中发生鬼挡墙的灵异现象 一直到天亮才出来 甚至发生了附身的现象 种种鬼魅之说不禁而泽 也导致了后来乐园拆迁改建的灵状 但是为什么执行任务的工人惨死 而又为什么进行了一半的工程如今停工呢 真的是乐园中的鬼魅作怪吗 现在我们就要来此地进行超胆任务 亲身体验 传说来自于太白楼所驻立的河美山 山顶曾经有座红极衣食的碧坛乐园 当年它是全台湾第一座的私人乐园 在民国四十年代开放洋运 历经了四代的经验者 去了七零年的关闭荒废之后 成为人们口中的猛鬼乐园 我们搬来的时候就已经没了 就已经没了 对对对对 因为好像听说有发生意外吧 好像有人发生意外 好像死掉了 是这样子 已经停止使用的碧坛乐园 正在进行拆除工程 摩天轮的拆除已经进行到第三天 摩天轮突然倒塌 防水案根本来不及反应 其实有人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有听过穿梭 晚上有些人不敢过去 有人说有小朋友 在乘坐里面上飞车时 被甩出了车外 当场坠地身外 还有鬼屋的工作人员 在休息室里离奇地暴毙 消息传开之后游客却步 乐园生意一落千丈 最终倒闭 幸福的碧坛乐园 从此不再幸福 有时候看年轻人 半夜都会去一请人 就是会去爬后面的扇 丁森的乐园废墟 成了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探险生地 这天晚上也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要一盘这一座 微影床床的幸福乐园 他们是北脑湾废墟鬼屋 夜友团的成员 话不多说去了就知道 穿着红色T恤的队长阿勇 带着我们进入了狭窄的时间路口 爬上了河美山步道 沿路上发现步道铺上了深色的厚木板 似乎才刚刚经过整修 沿着石阶的坐地灯 点缀的山路间浪漫的静迷感 这气氛还算悠闲 走了不到500公尺 右手边出现了第一座废墟 进去探险之前 阿勇他站在门口 一一叮嘱队员们 尽量不要破坏任何现场的任何东西 不要剪一些不属于记忍的东西 有门的话记得有礼貌一点 就我们现在让他出发 走进了废墟 看见了建筑物里整片的地板 散落则碎落的石块汗水底板 屋子里头有清楚的隔间 但感觉不像民宅 房子正中央大型的龙柱 原来这里曾经可能是座庙宇 这边有洞 然后小心点 这到底是旅设还是庙的 令人摸不着头绪 那可以确定的是 这座废墟是碧潭乐园留下来的遗址 望着四周的断圆残壁 团长阿勇突然想起了 在一次探险活动当中 竟然有人跟着他回家 曾经是有被跟过了 去某家的有名的废区 是拍到一些灵异照片 回到家我就是检视照片 就发现到 照片有一些地方的影响突然不见了 当下没有不以为意 然后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出现在我家 其实因为房间灯光我都是 光光起来就是黑漆漆的 所以只隐约看到一个人的形状 在我的房门 就这样子 阿勇他的撞鬼经验令人不寒而栗 但他却丝毫不害怕 甚至每个星期都带团夜床会 并不害怕 因为我没有对不起他什么之类的 没有冒犯他之类的 他可能就是有事求于我吧 但是可能我没理他 他可能就没有在接下来的事情 心存敬畏继续地往上走 走了不到十分钟 在右侧的小山坡下 又发现了可疑的建筑 队员阿发他直接打头阵冲下去 但没想到他却突然感到一阵的不舒服 就是这个脚 就是这个我要下去这个脚 就是因为我刚刚是走边边 但要下去的时候我就要从那边抖 我刚刚是进去就手键 就是摸了摸了 然后讲一下说 这边应该是放镇头的东西 还没下台阶就觉得冷冷晕晕的 我是头皮会发 然后是从脚 就是背脊椎这边这样上来 那一瞬间就头皮就发麻这样 代表着有感应 那只是每一个人反应不同 就是说灵界进来的时候 是从你哪个系统进来 我们的脊椎就像我们的天线 所以你接收到哪一种波平 那有的人他接收着灵 就是说也许有一万个灵 那刚好其中有一个灵 跟你才能对上号码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打嗝 对方可能是起鸡皮疙瘩 但是那个灵印的方式不一样 阿爸的家里是开宫庙的 小时候他常在庙的后方 看见无形借了灵体 对于这种冷冷阴阴的感觉 他再熟悉不过了 阿爸说宫庙旁一般容易聚集更多的好兄弟 这或许就是让他感到一阵不舒服的原因吧 因为这是我阿爸讲的 对 然后说身有在修炼的地方 那边的职场会比较好 对 然后对那种东西来讲 可能那边对他也比较好 废弃的庙跟新开的庙 都会是有一些精怪 他想要占据庙接受供养 所以那个是一个他的道场 所以当然他会聚集很多 类似这种不是属于正门 而是属于比较邪灵的部分 进入这个庙 想要接受人家供养 虽然已经有团员感到晕眩不舒服 但探险官还是决定要继续更顶 忽然步道上的坐地灯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他的一声全都暗了下 顿时整座山头变得漆黑 把所有人都下了 地路上都没有灯了 都没有灯了 应该是断电了吧 应该时间到了啦 不用害怕 不用给他害怕 还好他们有备而来 手电总派上用场了 不过现场的气氛 却越来越滚了 突然有人在不远处的草丛中 听到了不寻常的声音 阿爸 有没有听到人家走路 刚刚在上面就有啦 因为上面应该有人吧 就温度落差很大 瞬间就是冷风那样吹啦 楼梯一上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冷风一直吹啦 就感觉就是不对劲 اس篇东野 叫你的肉 就慢慢跑出来 听到附近有一些像有人走路的声音 portable voice 这诡异的脚步声从哪来呢 一行人的脸色惨绿 顿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团长阿勇赶紧的出面安慰大伙 就是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有人来 他可能就是要回避一下这样子 还有可能说有人在这边 就跟你说明一下这边有人 他们有存在存在在这边 他可能也是叫你不要再上去 怕你们也是危险 怕我们上去的时候危险 无人操控的摩天轮 竟然自己摇动了 你现在会顺时钟 你现在要逆时钟 你们看现在逆时钟了 现在加顺时钟 刚逆时钟 我说错了 我们的方向一直都是这边 在哪里 游游向 你看它越转越快 而且它是又换了方向又转 然后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对 对啊 这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什么能如此轻易地摇动呢 当然如果你进入他的界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些讯息 这些讯息呢 就无谓地再告诉你 就是说 你们不要侵入领地 在这个岔路口 我们看到了一个告示牌 上头写着 年久失修 禁止进入 刚刚才感觉到不舒服的阿发 他又燃起了一股热血 他跨过了这座告示 拿着手电筒拔腿往上冲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台 我看你 我要去看看啊 你要去 我要去 等一下 你不要动 不要动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我不要动你就不能动了 你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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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拜拜 这边有什么水果炸 水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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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卖水果的 莫名其妙 这边还有楼梯 楼梯上去 可是上面不确定能不能踩 上面危险跟刚刚是一样的 钢筋铁条 在这栋废墟门口的梁柱上 写着大大的水果店三个字 这里是必堂热源的 其中一处贩买步 墨黑走进去之后 除了碎落满地的水泥块 和墙上的彩色涂鸦喷漆 其实跟我们刚刚去过的 那栋废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此时阿勇拿起了手机 在房子里头四处的拍照 没想到就在检视照片的时候 这个吗 这两个吗 它像一个人的脸 在这个景 这样当然 就是一 一张是红色 那是红的 那反光是 这是刚刚我在上面的水果店里面所拍的 这个放大之后像一张人的脸 在一个地方 因为你在我们社团会做后置圈起来 就是有一个男生的他的一个侧 嗯 还以为他这边可能 因为你放大之后真的就比较少 对怎么会有发光体对不对 对啊 照理说的 比较像说一颗眼睛跟鼻子 他可能就是露出一个头 他看你在干嘛 嗯 恐怖的是捕捉到的灵液画面 还不只有跌跌 好 黑幼娃娃 就中了 你又拍到了 我今天没有收获耶 我今天半点收获都没有 不知道是它的纹路 纹路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对啊 好几张脸啊 然后放大之后就比较明显 你讲一下 你讲一下 你看到什么 就一张正脸 一张侧脸 然后旁边这个就比较不清楚的 我不知道它是它的纹路还是真的有零体战啊 就好凶器战啊 我看到两张脸 两张脸 哪两张帮我们 这张 这张 这个 跟这个脆脸 我们现在的照相机 其实的 因为比跟过去照相机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拍得到一些 灵界的东西 也就是说因为 这个电子的系统进步 那一般的灵界它停留在 尤其是鬼魅也是 停留在电子状态 那神的话是停留在直直 那更高级的是在中指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用电子的摄影 其实是可以抓得到一些 他们的影像 令人浑身发毛的事 就在同一个区块 另外一名才年仅15岁 绰号小胖的团圆 他指正历历的说 他看见了一个白影 黑头发的一个女生 白身体在往下蹲 我就是转过去 然后看他就往下蹲 他就消失了 有人感到不舒服 有人拍到灵异照片 还有人亲眼撞鬼 这种种难以解释的 超自然现象 是一种暗示吗 不管他是孤魂灵鬼 他的火力都比我们人还要强 所以当你还没有见到他之前 他已经见到你 所以他会回避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容易看到 这些孤魂灵鬼 这些鬼魅三金妖怪 他已经很远就已经了解你来了 因为他想避你避不开 你呢可能也被惊吓到 他呢也惊吓到 那他如果让你没看到 他如果是火力很强 他要抓你交替 他不会让你看到 因为不会看到 你才不会 就是对他来讲 是有攻击性 所以通常都是从后面来 就卡住你 这一路走来冷汗直茂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区里头 墨黑找路 走了两个多小时 暗示团终于走到了河美山顶 也就是碧潭乐园的主园区了 从山下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终于走到了碧潭乐园的大门口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的照片 事实上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发现 交通不方便呢 事实上也可能是从当年后来 在这个新鲜感消退之后 游客人数递减的其中的原因之一 如今我们看到荒废的园区 实在很难想象 当年在开幕之初 它是多么的风光 我们来看看有关于 碧潭乐园的民主报道 最终是出现在联合报 时间是民国44年的6月24号 则上头写着 碧潭乐园今天开幕 其中还写到了 夏日游气圣地的新鲜碧潭 在今天有一所碧潭乐园要开幕 它的原址是在谈判的竹林中 浦舍 茶座 星辟 游泳场 还有高低的两个跳台 这不但是全台湾第一座的 私立乐园 应该也是第一座水上乐园 不好意思 打了 不好意思 打了 我通过来 我只看在这里面 一行人走进了乐园 手电筒的灯光一照 除了发现残破不堪的动物雕像 当年的游乐设施 已经遭到拆除并且清空 这个咖啡杯只剩一个人 但是这个咖啡杯非常重 很重 我连坐在上面这样子醒 都没有办法摇晃它 最后的游乐设施 随着陪下的后面灯光 咖啡杯竟然自己转动不起来 咖啡杯的转动是 凝结朋友推动的吗 它又是如何为咖啡杯 自己转动了呢 现在我们将DV画面放大 并且观众仔细观察 这个惊悚画面 小米 我们找不到当年 这个在灵异节目里头 自己动起来的咖啡杯 它可能已经遭到的移除 也可能埋没在荒原漫草中了 而最著名的尿尿小童 也不见踪影 走到了昔日人生鼎飞 充满欢笑声的观景台 如今只见斑驳的造景喷水池 和后方这一棵形状怪异的大榕树 这边就是幸福的 然后这边就是这里的观景台 这边没有猜的 听老人家说 那个树啊 长坑的话 那个比较容易 上吊 哇 我是不知道这个树的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阿爸快步的走向榕树旁的小步 他穿越根源一样高的走劲 他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了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他跑得出来 脸色有些僵硬的说 先别问了 还叫大家不要在那附近走 究竟发现什么 因为他里面是 这边是树嘛 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像平台的东西 我走下去然后往前 正要再过那棵树的时候 是远照着旁边 这样 然后我刚刚是一个人进去 我以为有人跟我回头看了一下 没有人 然后就 我回头再回来就听到 然后我就 默默的跳 人会出现这种声音的时候 就是我不开心 我这样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回头 我就会回头 不会再去再侵犯他 他是在我这个位置 就是就那种 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第一次你可能听错 第二次 我会怕 我会怕 我就会怕 大家坐在一处由小桥造景修起去 听着阿发刚刚历经的空谷 他讲着讲着突然朝右边瞄了一眼 对着15岁的朋友想被打叫起来 你刚刚有没有讲什么话或摸什么东西 我刚刚抽不到 有没有没想到 什么还是 我说沿路上 你有没有讲什么或摸什么 没有啊 那你在 你明天早上去瞄里了 原来是阿发的眼角余光 在小黑的肩膀上瞄到了一只手 他后面有一只手 真的 很明显 什么东西 就是你自己看那个 没戴面具那个 就是比较黑的那个 你去到旁边站你就知道了 这样 刚刚以为是他的手 所以刚刚看到手是什么颜色的 就是白色啦 就是正常人手的肤色 我刚刚以为是他的手 怎么看都不 他没有办法这样放 角度不对 对 他没有办法这样放 我刚吓一跳 吓我一大跳 阿发强烈地怀疑小黑 是不是在沿途中 做出了什么不礼貌的事情 这紧张的情绪 在黑漆漆的山坡中一度凝结 刚刚有讲什么或是 都没有讲什么 我刚刚就从楼道来一直跟着 心里有没有想什么 没有 就是怕你 或是他们只是来听故事 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还是去 我知道 我会去拜 这样子 然后这样放着 他 然后下午一大跳 就是没有脸 就是你就看 我就看到这一节 我就一个人都还在 你看就是这样一节 他两个 就这样靠着 后面就黑的 后面就黑的 然后就这样靠着 我一看以为是你的手 我手没有 坐在小黑旁边的小胖叔 他从头到尾 专心地在听阿发叔故事 双手撑在大腿上 他根本没有碰到小黑的肩膀 有吗 你刚刚有碰到他吗 没有 那你刚刚在旁边做什么 我们就聊天 然后听他讲个故事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突然说 你看他刚才有做什么事 不过小胖也的确感受到了 旁边的温度似乎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有感觉到旁边 除了他以外 也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旁边比较冷 比较冷 对啊 什么样的冷感 就是旁边就感觉就是 温度就还好 然后旁边就是特别冷 特别冷 真的 真的 大概比现在温度 大概降个几度 大概三四度左右 那种感觉 肩膀上如果有手 他的魂基本上已经被调走了一只 我们的三个魂里面 有两个魂是从这里通 那么一个是从顶轮通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交接线 就是原神会集的位置 那这个叫旋点 旋点呢 这两条灵魂呢 基本上呢 爽灵跟这个幽灵 对跨的那个也有可能是幽灵 也就是说 你跟他交换了一个灵魂 就换位置 所以我们人不是单一灵魂 我们有三魂七魄 就跟车子有很多零件 你可能有一个轮胎被换了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是善心 可能这个人就是 只是借你的体去完成他 我也完成你的了愿 他呢 认为你要跟他抓交替 那你就大堂位了 就恐怕是他们碰过 最恐怖的业游经验了 此地不宜久留 一行人决定匆匆结束探险 走另外一条大路向山 在经过半山要的大佛寺 当时大雄宝殿的铁门已经拉了下来 从窗户外 还是能够看见 欢迎菩萨的神像 几个人就站在天公路前 祈求平安 在下山的途中 经过了通往碧潭西岸的太白楼 晚上太白楼分外宁静 看起来有人整理过 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般阴森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种房子 我们要往上属一二三的地方 有能够看到的什么 有那个神 神像 围在三楼的佛堂有灯光 不过太白楼里面 并没有人居住 这好好的房子 怎么会空荡荡的呢 只好听说有人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在那边飘 半夜来到阴森山去探想 边走边讲鬼故事 这群年轻人也未免 太过大胆铁齿了吧 其实他们不是不信邪的屁孩 他们不但相信 而且还想证明 其实害怕龟害怕 你说 你知道人家说不做归心事 不怕鬼瞧吗 其实你没有做归心事 你善了一辈子 真鬼出现的面子 就不想听不怕 因为小时候 其实很小的时候 我会跟家人讲说 看到了什么 或是听到什么 家人就叫你 不要乱讲话 或是干嘛 然后我现在所拍到影片 或干嘛 我会拿回去给我爸妈看 就让我爸妈 或让我身边说 那假的啦 实际上没有鬼的人去知道 这世界上其实还是有 假设说只是个好奇 常常我们人都是因为好奇 所以出事情 所以我劝你就是说 你不是研究者 你不要出自你 只是好奇 然后甚至好奇也没关系 你还要用一个嘻嘻哈哈的去闹鬼 那你可能就被鬼闹上了 炒蛋完整霍林在感应现场大叫小笔 而他似乎受到了临界朋友的捉弄 你没事 你没事 他妈一直吓我 他吓你 我刚刚有听到 在我旁边呼吸的时候就是探视 你不要以恶作剧的方式 你用探险的方式 可能就有一半的机率 是碰到了不好 如果你恶作剧 可能对方也会跟你更大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在现场采访的同仁 回来说 那个气氛真的令人很不舒服 隔天白天呢 我们又去了一趟 这一次是由太白楼屋主 杨先生戴� 他要告诉我们更多 有关于碧潭的神秘传说 他说当年 的确有很多人在碧潭 寻短情深 那么据说呢 水面上有很多的冤魂 等着抓交替 为了要超渡这些亡魂 杨先生他的父亲 每年都会邀请法师 举办这个超渡法会 在河面上面释放水灯 相反当这个水灯 逐渐靠了岸 也就代表着冤魂 也已经上岸了 可以去投胎转世了 杨先生回忆 当年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他看到碧潭 放水灯的景象 其实就像是平行 放天灯的场面 是一样的壮观的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想 在夜色当中 看见姑姑 出离在山壁上面的 这一栋太白楼 的确是显得有些诡异的 屋主杨先生这一家人 恋不住在这里 但是有人却经常看到 屋子里头 有人影的晃动 所谓的鬼屋之说 就此不进而走了 这片正中午 艳阳高照 我们又回到了 碧潭和美山的步道 有别于上一次摸黑探险 这次走进山林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之下 山区的阴森感消失了 山路也显得 不再那么崎岖难行 而走在我们前方 身穿粉红色衬衫的先生 他就是太白楼的 现任屋主杨碧光 他要告诉我们 有关于太白楼 和碧潭乐园的神秘 传说 突然 他的脚步停下来了 这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它原本是 碧潭乐园 所在的人影部 跟贩售部 那现在已经完全地 拆掉不能使用了 最右边那一个 开口比较大的 那个门口 曾经有年轻人 在那边至少 就是吊死在那地方 这个曾经也上过新闻 原来传出有女孩子 因为情商上吊 清顺的地点 并不是在太白楼 而是在这一处隐秘于 山林之内的 碧潭乐园冷领部 这废墟距离 我们大约15公尺 光是远远地看 就能够感受到些许的毛骨悚 杨先生带着我们继续往上走 脚车不到五分钟 我们走到了太白楼的 圆形栅栏侧楼 在门旁立了一个告示牌 上头写着杨氏佛塔 民众如意参观请来店 杨先生之所以会立了这个告示牌 其实是因为有太多人 对于这栋神秘的太白楼感到好奇 想要看看这里头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屡屡遭到陌生人闯鸿门 让杨家人感到十分的困扰 其实写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说 因为这个房子平常没有人居住 而且它又在山中 我们很担心说有一般的游客 或是年轻朋友好奇 会闯进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边列出来 就是写了一个杨氏池塘或佛塘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存储家而已 那佛塘跟池塘只是一个烟雾蛋 让大家认为说 这地方事实上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住家 真的是有人闯入过 而且在我们整修之前的话更惨 当时闯入人更多 因为完全没有门禁 完全是开放式的情况 所以很多的门窗都被破坏过 除了简单的围墙之外 太白楼平时没有人管理维护 还曾经有流浪汉半夜翻墙进入 破坏了门窗 大辣辣的就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是这样 因为流浪汉闯进来的时候 它必须是先破坏门窗 它想能够进来这个屋子 当时我们发现门窗被破坏的时候 就知道有人在了 可是因为白天它正好不在屋子里头 因此我们就是隔了一天或两天 凌晨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刻意跑来这边 然后惊吓它 让它知道说这地方是有人在维护的 那后来流浪汉就很知趣地就离开了 沿着太白楼的围墙向下走 左前方出现了一个荒废的广场 这一看就知道是个表演的舞台 台下还有排列整齐的观众戏 这是四十年前 碧潭乐园的原住民歌舞表演的广场 现在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被落叶和泥巴给覆盖 仅存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沧桑感 这是目前的名字叫做诗歌剧场 它大概在 它大概在那时候搬进来做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它的名字叫做花东豆兰山地村 那当大家听这个名字 你就可以知道 事实上它过去最主要的是 当时我们所称的山地人同胞 在这边做歌舞表演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是表演的戏台 对不对 右手边这个方向原本有一个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这些表演者他们居住的一个屋子 那目前大概已经完全拆掉了 就在右手边这个方向 出了广场之后 我们踩着时间往下走一点 抵达了太白楼门前的空地 望着碧潭对岸的景观餐厅 杨先生他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他说现在我们站的地方 以前正是碧潭通往对岸的渡船码头 这个地方原本有一个类似一层楼的建筑物 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呢 当时这边叫做第一码头 或是就更早的名字好像叫傅村港 然后游客呢 这边有船 游客想要搭船的话 可以从这边搭船出去玩 那这边就是船票 那如果对岸的人搭船过来 想进乐园的话 也在这边买票 就进乐园的门票也是在这边卖 当年的碧潭可以说是文人雅士坐船赏景的最佳选择 这是民国48年上映的电影《空中小姐》 非常忠实地记录下当年碧潭的美丽风光 五十年前 从水路到碧潭乐园的游客 一定会经过太白楼 从码头往上看 太白楼的黄色门墙和正红色的圆形公文 颇具传统寺庙的风格 但建筑的主体却又带着些许的西洋格调 形成如此大的反差感 这其实是杨老先生在生前的杰作 这个太白楼 它是一个三层楼的阳式建筑 它基本上就是用当时 大概在民国五十年 五零年代 六年代最简单的一个工法 太白楼 它是在民国五十三年圆月竣工的 民国五十三年算是非常 到现在已经大概有五十一年的时间了 那当时它完成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红色圆形的这个墙 这一面 这个部分实际上它是山坡地 那我父亲在民国六十年 买了太白楼之后 因为认为这山坡地旁边 会藏了很多的虫或是蛇之类的东西 会简单在里面 怕他们这样就不小心跑进去了 因此把这边做了一个整件 杨先生打开了这扇红色的铁门 带着我们走进了这栋神秘的房子 爬上门后小小的时间 透过了玻璃落地窗 就能够看见太白楼的内部成设 其实就跟一般名人差不多 南壁楼早期是一个旅馆 或是所谓的餐饮的一个经营的环境 这个地方 左边所看到的地方 就是当时的主要路口处 那进来之后呢 可能这边就有柜台check in 或是说招呼 招呼之后呢 就带客人 从这个楼梯走上去到二楼 如果你要住宿呢 就直接从上二楼 再走快换地走到三楼的住宿地 杨先生说太白楼在民国53年竣工 当时是碧潭乐远的圆区旅馆 叫做蓝碧楼 直到民国60年 他的父亲买下了这栋房子之后 才更名为太白楼 父亲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栋大楼 为什么要改名叫做太白楼 我们后事后的推销是认为 在那个年代 香港有一个餐厅叫做太白什么坊 那个餐厅非常的有名 当时的英国女皇 甚至当时的郑昌民流 都有去香港的这一个餐厅用过餐 而那个餐厅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他的餐厅是盖在一条船上 如果大家有印象 周星驰先生 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石神 石神的最后的场景 就是在一艘船上面来做比赛 我们的直接的反应就认为 他们是模仿当时 那个最有名的太白那个什么坊 来做的太白海鲜坊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杨老先生买下这栋楼呢 随着他的过世 这个离至今未解 杨先生带我们继续走外围楼梯 走到了三楼 来到了杨家人的佛台 下面这明镜石子的地板 它就是四个房间 这每一个黑块的区域里面 就是一个房间的格局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盥醒的地方 就是这是一个小型的房间 那小型的房间盥醒的地方 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淋浴空间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水管都还在 有没有水管线 管线的洞 洞洞都还在 那这个门原本是一个两片门 你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地方过去 有没有 这原本是两片门 那我们把它打成一片 要不然它一门也四片门 四个房间的都独立的 墙壁有些斑驳 发霉 发黑 饭酒 太白楼除了时光的摧残 并不如外界所传的如此鬼影闯闯 民国73年 碧檀乐园歇夜之后 太白楼因为属于圆区的一部分 也遭到了断水断电 杨家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搬离了这栋宅子 之后房子空了 谣言也就越来越多 离谱的说法我想鬼屋是最多的 那第二个就是庙 认为说太白楼 甚至有人称之为太白市 再加上我父亲过世 我们有一段时间把它的骨灰坛 放在太白楼的二楼 所以这种鬼屋的传说就盛小承上 再加上那段时间很多电视节目 正好在兴盛所谓的探险 或是鬼屋什么这类的 神鬼的传说的节目很多 所以这个点也曾经被 很多的电视节目来拍摄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就造成了另外一股旋风 那也带动了很多年轻人 在这边冒险 太白楼之所以变成口耳相传的鬼屋 其实跟一个电视节目是有关的 而巧合的是主持人何篤林 就是杨先生的国中同班同学 你明明知道那是我家 你还要把它说成是鬼屋 我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它毕竟是工作的关系 那如果节目制作认为这是鬼屋 它当然也不方便去把它辩驳 说这不是鬼屋 碧坛也是很有名的 有常常很多人在这边殉情 或者意外的 那你等于有点 有点在这个地方有点侵犯到他 说真的其实我无法去了解说 他为什么会来这边 把它认为是一个鬼屋 我想可能跟电视节目制作有关系 如果他当时来拍摄的时候 也没有事先告知我 那我们觉得也无上大雅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去遏止这件事情 就让他持续去发酵吧 在民国四十几年到六十几年这段时间 碧坛是一个光光圣地 可能也因为是光光圣地吧 有很多人在那边游泳 那有发生过很多溺斃的情况 那除了溺斃以外 甚至有情侣来投河致敬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 发生的相当的多 有人报案 碧坛乔同真的有人跳水 请九一车到碧坛 碧坛饭店门口 去了解一下是不是那个溺斥 有没有穿西衣服上岸 因为到现在目前在那边状况 有两种说法 刚看到很多团家围在一起 打捞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是在捞尸体 那时候我们曾经看过好几次 类似这种情况 那时候因为也小 也被吓到过 后来就被警告说 不要再去看那些东西了 那我们就下去 我们就退员 然后我们就两人去下水 那下去把他带上来以后 我回到家第二天 开始做梦 就梦到那个 你梦到他的梦境里是什么样子 梦境 他就 我就还是坐在佛杰尼当 坐在里面 我们是女的 那我们就坐在河边去送 然后就有一个人 就走过来 然后说他想回家 那全身是大大的 壁潭周遭的居民 他们都会警告自己的小孩 尽量不要太靠近河水 那尤其是担心说 可能会有亡魂 在壁潭河下面去拉你 然后让你溺斃之后 他可以找个替身来上岸这样 为了超渡水中的亡魂 杨先生说小时候 他跟着家人 用蜡光指折水灯 这是他童年的另类回忆 那我父亲那时候 来太白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佛教徒了 可能有跟一些师父 谈论到这样的事情 因此就有发愿说 来举办一些法会 那时候就听师父讲的 是放水灯 可以把壁潭河里面的一些亡魂 超渡上岸 让他们能够再度轮回 因此我父亲就连续三年 办了放水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些水灯也都是我们自己家人 自己用手工自己去把它折起来的 在放水灯当天早上都是诵经 然后大概在下午黄昏的时候 或是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坐大船 在壁潭河上面 逐一把水灯放到河里面去 太白楼这栋宅子 对于杨先生来说 不只是一栋房子 而装载着杨家人满满的回忆 也见证了四代碧潭河 远新帅的历史 而就在今年的五月 林务局以为鉴为由 向法院申请拆除太白楼 讲到这里 杨先生的表情略显一丝凝重 这一个山头 它的所有人 是我们的林务局单位 那林务局本身 对于他们林地上 所有的 非属于私人产物的建物 就是所谓的违建 都会把它 小花拆除掉 那我们太白楼 某个程度来讲 就算是违禁之一 因为它当时是 配合并来队员所 完成的一个设施 那我们事后 虽然说 有跟林务局申请 要租用这块地 可是林务局 当时并没有允许 那经过一些方式 我们沟通 或是跟新北市政府 来做一些文化资产的申请 也都没有通过 所以有可能 这个太白楼 在未来的不久 会面与到 拆除的命运 杨先生本来是相当低调的 不太愿意接受访问 不过后来 他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 太白楼也被拆掉了 那这段历史呢 恐怕将永远消失 所以他希望 透过我们的报导 能够让台北市民知道之后 这一段的过去 那么也许 还有机会把这一栋太白楼 给保存下来 等一下呢 我们要为您继续介绍 就是这一座 全台湾第一座的私立乐园 我们来看看 当年的联合报的报导 当年的这个门票呢 称作是纳粮券 每一券是十块钱 你可以享受 包括是游艇 茶水 还包括是台北新店 往返乘坐游览车的群力 不过以民国四十四年的 这个物价水准来看 一个月每一个人平均 大概可以赚280.33元 所以说一张门票如果是十块钱的话 等于是占据你一个月的 所得百分之三点五七 我们换算成今天的消费水准 你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大约是一千九百五十块钱 将近两千块 所以这样子的消费水准 并不便宜 锁定的客群呢 也就不是一般大众的 走的应该是一种具有 这个俱乐部概念的高档路线 继续我们来看看 整个这个园区的经营权 交到第三代的手上 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他是邓文宜将军 黄埔军校的第一期 曾经担任蒋介石四从秘书 长达八年的时间 可以想见他的党政关系 是相当雄厚的 退休之后 他成立了一家公司 亚洲娱乐中心 他接下了碧檀乐园的经营权 投入了资金高达新台币 一亿六千万 他有一个梦想 他要打造台湾的敌视女 不过由于这个碧檀乐园的圆区 是在山顶 他看见的交通可能是一个问题 于是他提出了新建 空中缆车的想法 不过根据了解 当时在整个募集资金的过程 并不顺利 以至于很多的想法 最后没有办法落实 反倒是同时间看到了 像是乌来的云县乐园 在民国五十六年成立了 在五年之后 民国六十一年 你非常熟知的大同史上乐园 也在台北县的板桥风光开幕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碧檀乐园缺乏资金更新设备的情况之下 他失去了竞争能力 只得黯然地交给最后一代的经营者 幸福建设 广告之后 我马上回来 碧檀乐园的第四代经营者是 幸福建设 在接手之后 他们投入1亿元 打算要更新有乐设施 那么当年重新开幕的碧檀乐园 已经关上了企业的名称 幸福碧檀乐园 他们号称 拥有12种最新型的机械 游乐设施 其中包括有全国最长的云霄飞车 当地居民说 当年的碧檀乐园 这个摩天轮 可以鸟看美丽的碧檀景 是老台北人最美丽的回忆 参观完太白楼 杨先生带我们再次踏上登山步道 因为苏迪勒台风的侵袭 整条山路尽是散落的树枝和落叶 途中还有倒下的树干 拦腰斩断我们的去路 最后绕路才抵达河美山顶 在白天看见碧檀乐园的全貌 我们找到了类似云霄飞车的隧道 你们可以先进来看一下 你看这地方它有柱子 很显然有东西支撑 所以这东西应该是有什么东西 感觉起来像是个轨道车 之类的东西在跑 它是一个隧道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出来的话 不然它就是应该延伸过去 你可以看到那边 还有大的柱子有没有 应该这样延伸出去 那像刚刚那个平台银 可能就是所谓的摩天轮 就是摩天轮的位置 一旁的摩天轮基座 及下方的售票亭和厕所 里头阴暗潮湿 被掉落的砖瓦淹没 加上墙壁上喷漆涂 就算在大白天 也让人感到强烈的不舒服 如果这是摩天轮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 这边售票排队上去 或是一个排队等候的地方 是 有可能啊 只能说这是揣测 杨先生用零碎的童年记忆 拼凑出半个世纪前 币潭乐园的荣景 他说民国44年 光是币潭乐园的门票 就要10块钱 当时台湾人的平均月薪是280元 入园后如果想要搭乘游乐设施 还要个别另外再付费 以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 和物价来衡量 真的是一项要价不菲的享受 其实民国60年代以后 币潭乐园就是属于 比较没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币潭乐园的主要设施 是在目前大佛寺的正前方 如果以现代的年轻朋友 他们印象中的币潭乐园 应该是第四代的兵潭乐园 当时的设施 就是在目前的山顶上 跟我的当时小时候的记事 完全不一样 那是两件事 两不同的情况 那第二代第三代的 那些设施呢 在大佛寺前面 我们小时候可以去玩 那当然也是要付钱 他的玩乐方式 是不像现在一票到底 而是你要玩一下 就要付个两块或三块钱 才能够去玩一个设施 两三块钱 对电视机前面的你 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在经济检局的那个年代 却已经足够 让一个人饱餐一顿 民国60年那一段时间 一个面包大概是五毛钱到一块钱吧 平民老百姓消费不起 加上一九七零年代以后 主题乐园产业在各地兴起 严重冲击碧团乐园的客园 前后三十六年的营运 经历了四代经营者 最后以倒闭作收 官员的时候没消没息 让藏在这座山头 风华一时的游乐世界 永远与世隔绝 倒闭的原因说声真格的 我没有办法去考究 可是我会觉得以必然乐园 它所在的环境 还有当时的经济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大概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因 第一个必然乐园的设施 还有它的步道 并没有那么样的便利 尤其是它大部分都是步道 是高高低低起伏的楼梯街的方式 那以我们人的惯性来讲 比较懒惰嘛 不希望走这么多的山路 那第二个 游乐设施 原本你玩过一次两次 可能性质还不错 当你玩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 你可能就已经懒了 不会像想再玩了 摩天轮下的售票亭 外墙上布满了藤蔓 仔细看藤蔓后方 还有着白雪公主 与齐哀人的壁画 但惊人累月的风吹雨打 白雪公主从白脸变成了黑脸 这是碧潭乐园被世人遗忘的痕迹 这片山头就是以前 第四代碧潭乐园的 游乐设施所放置的地方 第四代的碧潭乐园 对我来讲是非常陌生的 因为以前 以前第二代第三代碧潭乐园 它的游乐设施 并不是在山顶 那是在哪里 在大佛寺的正前方 陌生是因为乐园不复存在 不久之后 这些碧潭乐园所留下的遗址 包括太白楼 都将会面临强制拆除的命运 老新店人对于碧潭乐园的过往 只会是越来越陌生 或许以后 碧潭乐园这是个字 只会流传在鬼故事当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顺便祥 我们再会了